注意看,这个很像木星的家伙,正以每小时约4800万公里的速度飞驰,当科学家首次发现它是大为震惊,因为它的周围根本没有恒星,也就是说,它是野生的行星。 那这种野生的行星是哪来的?它上面是否会存在生命呢? 这事得从2011年说起,一支科研团队在研究超过5000万颗恒星的巡天数据时发现,其中有十起微引力透镜事件极其古怪,因为发生地附近根本找不到任何恒星。 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些黑暗的质量源,尺寸与巨行星或质量最轻的恒星差不多,但它们肯定不是黑洞,否则会观测到更多证据,它们的质量和体积也不是小行星。 因为在星际空间中,小行星很难被观测到,而这些暗班的来源被认为就是一颗颗完整的行星,没有恒星的野生行星,独自在黑暗的群星之间孤独地流浪,没有光源,也没有热源。 所以,这些行星可能是在没有恒星的环境下,由坍缩的气体云团直接形成,而另一些则可能诞生于年轻的恒星系中。 但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天体引力场里,它们被无情的一脚踢出了家园,以极高的速度被抛入空旷的宇宙。 这些行星便是银河系中的流浪行星,它们不知恒星的光与热为何物,从外到内都被深度冻结。 你可能觉得星际航行和冰封星球听起来像是最绝望的场景,但你绝对想不到,在这些叛逆天体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远比你想象的要高。 当然,那份孤独、严寒与死记也同样超乎你的想象。 所谓的流浪行星,就是那些不围绕任何恒星公转,而是在星际空间中横冲直撞的行星。 其轨迹仅受所在星系核心的引力微弱引导。 这些黑暗的逃逸者可能从未沐浴过母星的光芒,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与母星失散。 但无论身世如何,所有这些行星都奔向同一个宿命。 恒星之间那黑暗、寒冷而广袤的虚空,甚至可能是星系际空间那深渊般的境地,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这片黑暗。 给你个对比你就明白了,恒星也可能成为流浪者。 这些巨大的移动核聚变熔炉,曾被观测到以每小时约240万公里的速度移动。 然而,流浪行星比恒星小得多、轻得多,因此可以被加速到更恐怖的速度。 如果说流浪恒星是以百万公里时速在溜达,那流浪行星简直就是在星系里狂飙,速度可达每小时约1600万公里。 而最快的能达到每小时约4800万公里的惊人速度。 如果一颗流浪行星的轨迹没能将它引向一颗新的主恒星或任何有引力影响的天体。 那么这个沉寂的世界就会在宇宙中漫无目的地游荡数亿年。 在其星系的旋转带动下,行经数百万颗恒星跨越数十万光年的距离。 关于流浪行星到底有多普遍,不同的研究结论相左, 但一些科学家甚至推测,银河系中这类无主行星的数量可能比恒星还要多。 保守估计,光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就可能有数十亿颗这样的行星在四处游荡。 这么庞大的预估数量,是因为它们主要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绅士, 一种是占大多数的巨型气态孤儿行星。 它们生来就没有母恒星,另一种则更引人遐想。 它们是像岩石制的泪地行星一样,形成于类似太阳系的星系中, 但后来被抛入了太空。 咱们先从那些从未有过恒星的天煞孤星说起。 这些流浪行星的形成方式可能与恒星类似, 都是通过气体云的引力坍缩形成, 但质量不足以点燃核聚变, 那道门槛大约是木星质量的13倍。 这些失败的恒星类似于宗矮星, 能够进行刀聚变但无法维持轻聚变的恒星。 而这类流浪行星则是更下一级的存在。 它们无法维持任何形式的聚变, 因此只能作为一颗质量特别巨大的气态行星四处游荡, 从没有过母恒星。 因此,有些人将这类流浪行星称为亚宗矮星。 但更有意思的,还是第二种。 原来有母恒星却最终被流放的行星。 那么问题来了, 一颗行星是怎么被踢出恒星系统的呢? 其实,早期的恒星系远不像我们今天所见的太阳系这样稳定。 一些行星虽然形成于类似早期太阳系的环境中, 但可能会因为某些扰乱其轨道的事件而被抛出家园。 有研究估计, 在类似我们太阳系的星系中诞生的所有行星中, 可能有一半注定会成为流浪者。 这背后可能有三种黑手在作祟。 第一种,也是最可能的, 在行星系形成的早期, 行星们的位置不断变换。 一颗质量特别巨大的行星凭借其强大的引力, 可能会将其他行星, 包括像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 一脚踢出系统。 第二种, 一颗从双星系统中被踢出来的流浪恒星, 在高速掠过时, 与行星系发生近距离接触。 你想想, 这些恒星移动速度极快, 其引力连移, 会使整个行星系统陷入混乱, 将一些特别倒霉弹行星抛射出去。 第三种可能, 行星本身没走丢, 而是加美了。 理论上, 一颗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冲击波, 可以将一颗足够遥远的行星推出去, 既不摧毁它, 又赋予其巨大的速度。 所以, 无论行星是什么原因开始流浪的, 它的旅程都是一场漫长而黑暗的, 进入星际空间的旅行。 在这里, 没有恒星散发热量来温暖它。 因此, 当它离开母星系时, 地表温度会骤然下降。 这里的严寒足以让行星表面完全冻结, 甚至连它的大气层也会开始凝固。 最终, 凝结成霜, 降落地面。 在固态的冰和岩石之上形成广袤的冰霜沙漠, 任何地表生命都将走向灭亡, 地表海洋会迅速完全凝固。 当然, 除非这颗行星拥有一个富含氢气的大气层, 这或许能比地球这样的大气层, 能更长久地锁住地表液态水和热量。 但对大多数行星来说, 结局就是变成一颗死寂的冰球。 想象一下, 把你丢到这样一颗行星上, 当你仰望天空时, 将彻底逝去时间的概念, 没有日出日落, 也没有季节变化。 唯一的光源将是遥远的银河系核心, 因此, 你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已经履行了多久, 也无法知道何时才能遇到下一颗恒星。 这些行星可能会流浪数百万年, 但这不一定永远流浪, 因为很有可能会被卷入其他恒星的引力范围之内。 当然, 一颗普通恒星的引力, 很难捕获一颗高速移动的行星, 但如果这颗行星在穿过一个星系时, 与本地一个较小的天体发生碰撞, 它或许能在碰撞中幸存下来, 并开始在一个全新的恒星环境中运行。 如果新的恒星条件适宜, 距离也恰好合适, 那么这颗曾经移居的流浪行星的原始属性, 可能会被唤醒, 在这个新家园开启新的篇章。 想象一下, 一个智慧文明生活在一个太阳系中, 却不知道自己的母星其实是一个外来户, 一艘在未知空间中承载生命的外星方舟。 不过, 它们或许能够弄清真相, 因为这颗流浪行星会以一个极为贬长的偏心轨道进入新系统,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成圆形轨道。 也许, 智慧生命还能观察到它的闯入, 对系统其余部分造成的影响, 并最终拼凑出历史的原貌。 然而, 并非所有流浪者都有这份好运, 一些命苦的甚至会被彻底逐出自己的星系, 踏上一场穿越星系与星系之间的终极孤独之旅。 如果说星际空间是荒野, 那星系际空间就是深渊, 这里的尺度不再是光年, 而是百万光年, 温度会降到宇宙所能达到的最低极限, 仅比绝对零度高不到三度, 那是连原子都几乎要停止震动的终极寒冷。 在这里, 存在本身都失去了意义, 任何生命, 任何文明的痕迹, 都将在这片比黑暗更黑暗, 比孤寂更孤寂的虚空中被彻底抹去, 永远不为人知。 既然任何行星都可能被从行星系统中抛出, 这就意味着拥有生命之时属性, 甚至生命本身的行星也可能走上流浪之路。 假设, 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 并且在宇宙尺度上相当常见, 那么至少有某种简单的细胞生命, 会随其宿主行星一起流浪。 可是, 如果没有母恒星赋予生命的温暖, 这些宜居的行星将如何生存呢? 咱们前面说过, 地表生命是没希望了, 因为行星的外部会完全冻结。 但如果行星拥有足够深的海洋, 那么这些冻结的表层冰盖, 可能只会延伸到海平面以下几公里。 这就在厚厚的冰层之下, 留下了一个由液态水构成的地下海洋。 而热量和矿物质, 来源于行星内部的地质活动来提供。 或许这些热泉喷出的矿物质可以维持生命, 甚至在行星离开其母星系后催生新的生命。 想想看, 这道厚达数公里的冰墙, 是多么奇妙的悖论。 它隔绝了外界的严寒与辐射, 成为了生命的摇篮。 但同时, 它也可能是一座永恒的监狱。 如果里面真的诞生了智慧生命, 它们仰望的星空, 或许永远只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后冰。 而且, 因为没有行星会永远保持地质活跃, 数十亿年后内部也会冷却。 除非这颗流浪行星在被抛出时, 还带上了它的卫星, 由卫星引发的潮汐力, 会让地和冷却过程被进一步延长。 所以你看, 流浪行星还是有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这不禁让人联想。 如果银河系中有数十亿颗流浪行星, 那么在我们持续寻找地外生命迹象的同时, 究竟有多少这样承载生命的冰封孵化器 曾飞略过我们的太阳系? 也许在过去, 生命本身曾比我们意识到的更接近我们, 并将在未来再次如此。 但尽管这个假设听起来很浪漫, 行星的内部活动终究不是永恒的。 当核心冷却, 地质活动停止, 那片温暖的地下海洋也终将完全冻结。 所有生命, 无论曾经多么繁荣, 最终都会消枉。 所以, 在星际空间中, 流浪行星上的生命是可能的, 甚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 但至于星系际空间中的生命, 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那么, 在银河系中我们知道多少流浪行星呢? 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确认性地定位到了一些气态流浪行星, 而岩石行星仍未找到。 证实这个理论的主要发现是一个代号, PSOJ318的天体。 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 在自由漂浮空间中类似行星的天体。 它具有年轻行星的特征, 质量是木星的几倍。 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是一颗亚宗矮星, 或者是一颗在早期被从其系统中抛出的大型气态巨行星。 考虑到探测它们的巨大难度, 找到一颗被确认的流浪行星本身就是开创性的。 2015年, 我们又发现了另一颗, 名为OTS44。 这些气态行星比岩石质流浪行星更容易被探测到, 因为它们在形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光。 至于寻找一颗流浪的岩石行星, 以及上面是否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这项搜索仍在进行中。 你可能会问, 既然能在太空中探测到数十个黑洞, 为什么几乎找不到流浪行星呢? 区别在于, 黑洞虽然黑, 但它是个大嗓门的吃货。 它吞噬物质时会发出强烈的射电辐射, 所以射电望远镜能听到它的声音, 而流浪行星更像一个沉默的前行者。 它不发光, 不发声, 不产生能量, 几乎和黑暗的太空背景融为一体, 观测难度极大。 此外, 黑洞还会影响周围恒星的运动。 我们能通过观察这些影响来找到它。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些恒星围绕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A运行的景象。 行星的引力影响与黑洞相比,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 目前定位它们的唯一机会, 只能通过微引力透镜效应, 但这种方法也未必精准。 然而,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最近才能够证实, 这些一度只是理论上的流浪世界的存在。 科学家们相信, 借助下一代空间望远镜将能够发现更多的流浪行星。 此外, 流浪行星可能一直都在飞掠太阳系的外部边缘。 我们甚至相信它们以前曾穿过太阳系内部与一颗流浪行星的碰撞。 这正是解释天王星, 为何会躺着自转的可能原因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或许未来有一天, 我们能够探测到这些路过家门口的流浪行星, 亲眼看一看那些被宇宙放逐的世界。 但无论如何, 当你明天再次看到太阳升起时, 请花一秒钟感受一下它的光和热。 因为这份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温暖, 对于宇宙中那数十亿孤独的流浪者来说, 是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奢侈。